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精彩的多人联机存档 从这个局面来看的话,我只能说德国玩的不错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看一下存档描述 这是一个和朋友联机的存档 我捷克,他波南,我勉强还能防住,但是他快寄了 他的兵力我不清楚,同盟国没入战 我们四个组了小协约国 分别是捷克,波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 但是南斯拉夫首当其中计了 本来后面稳中向好的局面,也在匈牙利入轴之后结束了 我朋友像个星际玩家一样,没看见匈牙利,然后被捅穿 所以这波南还有救吗,我觉得我的捷克肯定是有救的 就看看波南就好 我捷克转红,但是考虑年纪就没有入共产国际 所以苏联没来帮忙,目前只是变成了捷克 工业大部分在,所以还好 主力15步四炮,还有几个16步五坦 也就是说,给我投稿存档的是 这位捷克玩家,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他在描述里面说,波南玩家的 这个势力和星际玩家一样 导致他被这个匈牙利捅穿了 明明和这个匈牙利接壤的不是捷克吗 不应该捷克自己防守吗 为什么要怪这个波南没有看到呢 这个我是想不通的 好,在我们正式开始看存档前 讲一个题外话 最近总是有很多粉丝问我 钢丝玩到1945年后怎么样才能不卡 要知道钢铁穷星4是批设祖传的单核游戏 祖宗之法不可变 我们要想在1945年后还能继续流畅运行 必然需要一个超强的核心 这边我就要说说我这款拯救者R7000P了 搭载了锐龙77840H处理器 采用140瓦满功耗的RTX40系独立显卡 正式架构 玩3A大作 专业设计渲染都能流畅运行 用上了AMD最新系列的芯片 就算大户器的局面也不会卡 AMD制霸电竞赛场 享受丝滑游戏 R7000P还采用了全新模具 屏幕四边窄边框 6比1092%占比的2.5K电竞屏 沉浸感拉满 搭配165赫兹刷新率 游戏画面丝滑无脱影 刚好最近天猫超级品类日 开辟了硬核电竞专场 正是升级设备的好时机 天猫联合头部电竞品牌 在ChannelJoy上线 天猫硬核电竞副本地图 体验打卡致敬硬核Player 7月27号到29号 淘宝天猫搜索硬核电竞 限时满300减30 AMD游戏装备节临近 现在下单指定机型 还限量赠送全球首个国产PC端 猛宠大乱斗游戏 野兽派对的游戏兑换码和稀有皮肤 活动会上ChannelJoy AMD展台 还有更多好物 E6展馆等你来玩到嗨起 因为当主玩的是捷克 我们就先从捷克开始看吧 简单看了一下 过去12个月的战报 它这个出现的地名 基本上都在苏台德附近 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防守 就没有进攻过 但是他这个防守的位置就很怪啊 这个斯洛伐克不是他自己的地吗 为什么不是他自己来防 反而剩下来的几个师 都是这个罗马尼亚的部队啊 因为这个捷克的主力师 基本上都是躲在碉堡后面防守 所以他打到现在损失并不大 但是他这个装备不是很满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全军都是主力 导致这个装备不够分了 这边看一下捷克主力师的编制 15步私炮 然后5支援连 这还是实力挺强的步炮师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要塞一个反坦克支援连啊 这个东西基本上没什么作用 看他目前这个部队强度 如果是守自家的碉堡的话 每隔站一个师就完全够用了 他这37个步炮师 明显可以掉出一半的部队 来帮这个队友协防 但是他就是硬把这些部队蹲在家里面 然后就是仅剩的两个中坦师 这个编制看上去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他这个数值明显有点低的离谱啊 肯定是这个坦克没有设计队 按照惯例检查一下他的中坦配置 他这个中坦的造价也太便宜了吧 只要4块8毛7啊 经典的机枪车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加 这种配置也不是不能用 但是我们如果拿来当主力师的坦克的话 是完全不够用的 只能给我们步兵师简单混个金盾 因为他这个装甲厚度还是有的 不过从他这个产能分配上面来看 显然是没有算好啊 我们一般都是要提前给这个部队准备金盾用的坦克的 捷克开局军功应该是这4个国家里面最多的 按道理他不会太缺装备的 可能是他这个部队造太多了 所以说还是不能全军都做主力 如果我们有田线师的话 完全可以拿田线师来踩这些碉堡 我们修碉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省部队 节省出来的主力师可以拉进来进行反攻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主力师数量太少了 完全不够我们反攻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 捷克如果一直这么狗着的话 他是不会被灭的 能活活把这个德国给拖死 但是这个波兰就比较危险了 我们过来看一看 这个波兰粗略一看防守了还可以啊 居然活到了这个1940年的6月份 这个时间点他应该是要被这个苏联给宣的 波兰能活到现在 可能主要原因是这个德军的主攻方向不在波兰啊 德军现在每隔只有一个时代田线 按他的实力应该都能反打回去了 不过考虑到这个苏联正在正当化 这个波兰完全可以耸一耸 把右边这块地啊全部让出来 我们直接来一手这个华沙防御圈 目前波兰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 这个受压力这块漏了啊 这个可能是罗马尼亚的锅 不过波兰现在手上的主力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啊 所以强行调回来守一下还是能守住的 简单看一下这个波兰的编制 基本上都是步兵师 而且这个步兵师没有炮啊 他是不是第一次玩钢丝啊 为什么不造炮啊 这个编制我就不是很理解啊 你好歹塞个两门火炮吧 为什么要塞这种反坦 这个反坦个炮打AI AI又没有装甲的 你这个反了个空气啊 我们来说这个波兰的编制 没有任何的解救希望啊 他这个步兵营里面塞了一个反坦 还在支援连里面再塞一个啊 双倍的反坦 如果还准备继续防守的话 那就把右边的部队全部撤回来 然后精简一下部队 剩下来这个工厂全造火炮的话 还是能守住的 如果我们没有软弓的话 那就只能一直挨打啊 连还手的这个能力都没有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罗马尼亚 这个南斯拉夫已经被解决了 我们就不细看了 他这个只剩下 步炮师了 居然还有一个三步六中坦的编制 不过这个编制也不用看啊 这个都是空调师 一点装备都没有的 感觉看了这几个玩家之后 发现罗马尼亚才是最逆天的 他这个防线画的就有点吓人 他直接一条线 从这个黑海给他画到了 快到波罗的海啊 他总共就32个 是这么长的防线防得过来吗 所以说这个匈牙利漏了 也是挺礼之中 罗马尼亚的编制也是七步二炮 仍然是塞了一个反坦支援连 可以看出来 这三个人或者这四个玩家啊 都是一个套路 这边罗马尼亚还在造他的这个中坦师啊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在他的这个生产线里面看到和中坦有关的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中坦师是不是从虚空里面戳出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设计过中坦 目前只能看出来这个罗马尼亚是彻底锁不住了 还开了一个背水一战啊 这个就完全是送死 背水一战的时候 我们这个部队不会撤退 然后会极大的消耗我们的这个黄条啊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装备不足的话 很可能会被一波打完 然后他开这个背水一战也是32个石一起开的 目前这些部队应该是都走不掉了 只能说这个年级党四位玩家的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 然后大家都是各打各的 所以这种情况也很正常 如果想继续玩下去的话 估计只能靠这个杰克翻盘了 毕竟这个杰克屯兵不动啊 他这个部队很多的 但是他不出来帮忙 波兰的话只能守一下自己的首都了 罗马尼亚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等死了 他这个手也守不住啊 他这个部队 我现在是这种人的 所以 我现在也知道